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以下九个字一定要注意 千万别用 不然家中穷三代 一 千万别用这九个字 一 刚 刚字在左半部分为一个刚字 破网一张 因为刚字为网字少了一个错号 事业上不易成 号变换工作 财上话销大 不会理财 漏网之余 自己做事不好成 刚字又为疯字的遍体 一个流动的字 喜欢到处跑动 好说大话 生活中的乱事多 刚字的右半部分为一个利刀旁 在身体上亦有刀伤手术 综合起来看 此字是利刀割破了网 自己伤自己 一个矛盾的字 感情上长久性较差一些 长相中上 皮肤有点黑 二 方 方字余香 香和称为芳香 吸引力强 异性缘好 追求的人多 会较早地涉及恋爱 方字上半部分为草字头 与出生月份相连 女孩子生在春夏秋 初者 长相比生于冬天者漂亮 不过前者感情上不如后者 方字的下半部分为方字 为人聪明 做事有方 个性强 脾气上不太好 易用脑过度 头部上溢出毛病 综合起来看方字 方者多数只是好于一时 因为芳香只是扑鼻一阵 不能长久 事业上异常变换 感情上心浮不好定 三 超 此字可以直接解为走刀口 主凶 也就是说 叫此字的人 很有可能要在刀口下走一遭 这个字还主命 主本人 外向 交际广 有时好打架 脾气暴 急 四 一 一字为一横之字 亦出横事 不过从政 从军者要好一些 其一字又是死字头 生字尾 这一点也是不看好 一字在性情上亦出现个性强 不听劝 万里有一个一 万一之事 侥幸度较差一些 五 梅 女人名字带此字在婚姻感情上波动性大 特别是生在梅花开的季节 生在夏秋季节 名字里也有带梅字的 则说明花无开 主感情来得晚 或没有真感情受到伤害一类 梅字还是分南北方的 也就是北方人在冬季梅花开时 名字中梅才是真正的梅 慧 主 长相好 而南方的就不是了 因为梅有东梅一说 其梅字为一目字和一梅字 六 心 此字为三金之字 头小脚大 上下分散结构 品字形的字 比如磊 经 品等等 做事注意力不集中 层三角形 婚姻上是不看好的 有三分之像 近年来五星五格性名学兴起 命力缺金的人在其改名时 命名师都会给选这个字 不论是男名女名用此字的多 很多店铺 商店也有用这个字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此字被大量使用 以致泛滥 有韵的字也没韵了 互相挤压竞争 在事业上好变动 不稳定 性情上不好管 七 量 量字是上下结构 其量字的上半部分为高字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高不全 不全的高字只有高字头 只能出名一时 也就是在有好运的情况下 露了头而已 其量字的上半部分 又为一个言字少了两横 不全的言字 不喜欢说话 有苦说不出 其量字的下半部分 为婶字的右边 也就是臣字尾 其臣字尾里 还有一个儿字 容易多变 这样看的话 其量字就不看好了 上面出风头 下面却要沉 有前韵主期短 而后韵却不看好 体型瘦者居多 长相少心 父母家境都会较不错 八 森 也是品字型的字 森字算是品字型的字当中 最好看的一个字了 此字多数于佛有缘 有福分 出名者居多 品字型的三分之字 森字 在其婚姻感情上亦有波动 男人有森者 多会数出现二太太 女人为森者 会以多情为主 森字在性情上 会为办事果断之人 其有号召力 喜唱歌 九 利 其利字为姓名中的常用字 多数为女孩子姓名用字 此字为上下结构 利字的上半部分为一个一字 也是一横 字头有横压韵 事业上一起步晚 利字的下半部分为两个月字的不全之福 感情上亦出现不圆满 也为不全的目字 视力多数会不好 利字是一个与季节有关的字 如果是出生在夏春两季的女孩子名字中 有利字的长相会相对 要比出生在秋季的女孩漂亮 因为利得起来 利字综合起来看 为人和气 好交 人缘好 通常名字中带有利字的女孩子 身高多数会在1米58至1米67之间 脸型 以稍圆形 长圆形居多 皮肤好 灵感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字的寓意比较好 取名的时候 可以挑选这些寓意好的字 二 寓意好的十个字 一 家 德高望重 美誉天下 最早见于西州金门 其本意是美好 国风 幽风 东山 其心孔家 其旧如之河 引申为赞美 宝扬 表彰 还引申为 吉庆 幸福 快乐 喜欢等 二 圆 圆是美女 年轻 德性美的意思 通常用来指 有才能的美女 人名中 常表示姿态优美 平亭鸟娜 温柔美丽 三 单 这是朱砂红色的赤城 忠心热情的意思 内涵比较丰富 人名中表示待人真诚热情 有赤子之心 四 涛 涛代表着是波涛大 波浪汹涌的意思 引申为勇于拼搏 勇敢之意 人名中表示勇往直前 颠任不拔 五 意 意志超出一般 这里是父母希望孩子有才华 能超越他人 做到超群绝伦 意也有安逸闲 闲适的意思 希望孩子生活安逸舒适 六 九 第六个字是数字九 在古代 九被认为是最大的数字 现在 九在各位数中是最大的正整数 也有长久之意 有九的成语 很多 且意欲也不错 比如九州四海 一言九鼎 可取九州 九鼎作为名字 听着顺口好听 寓意也很好 七 博 博本意是大 隐身指丰富宽广 如渊博 又隐身指广泛 普遍 如博览 又隐身指通小 知道得多 如 博古通金 男孩名字带博 寓意男孩子博学广识 八 振 振字取名的寓意是积极上进 奋发图强 自立进取 意气风发 振国安邦 前途似锦 所以男孩起名字带振字比较好听 也符合男孩气质 九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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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的本意指山的南面 水的北面 隐身为太阳阳光 又隐身为温暖 还隐身为明亮 男孩名字中带阳字 寓意男孩是个阳光开朗的暖男 发音也好听 十 微 这个就代表着是强微 坚强美丽 纯洁 真挚的意思 形容人自立自强 纯洁大方 人名中表示自强不息 听听欲力 十一 文 代表着文静 文雅 有文采 智慧的意思 多形容性格文静 或有文采 人名中表示 田静端庄 会心巧思 总而言之 一个郁郁吉祥 美好 高雅的好名字 不仅能起带头作用 还能不断激励自己努力 走向成功 人的名字一旦定下来 就不要轻易改动 因为名字会影响我们的运势 如果诸事不顺 想改变困境 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改的 不管是起名还是改名 都要慎重 明朝的时候 甘肃有个书生叫李广军 性情豪放 喜欢游历名胜古迹 自称是唐代著名诗人李赫的后代 由于家境贫寒 一直没有娶妻 李广军组上 曾留下一幅宋子观音图 画上观音身穿一袭白衣 怀抱婴儿 安详地立在莲花瓣上 栩栩如生 李广军每次游历 都随身携带观音画像 以求观音保佑 这日 李广军乘船出海 忽然 海面上伸出一只巨手 有本机那么大 一下子就把船弄翻了 其他人都死了 李广军的观音图画作一只小船 载着他在海面飘倒 这样一直过了两天两夜 飘到一个海岛 小船才停下来 李广军收起画像 踏上岛屿 岛上全是寺庙 岛上的人来来往往 不是和尚就是尼姑 这时 一个身穿红色袈裟的僧人 发现了他 问他从哪里来 李广军详细述说了自己的遭遇 又把观音像拿出来给他看 僧人说 这里是佛国 你能到这里也算是缘分 请在这里暂住几日 等合适的日子再送你回去 李广军在这里住了三天 第四天 僧人对他说 机会来了 我马上送你回去 临走的时候 僧人说 你能否把观音像留在这里 为佛国增光 李广军大方地答应了 僧人从怀里取出一块木头 约两寸来长 漆黑如墨 奸华如玉 僧人对李广军说 这是医治哑巴的良药 是岛上的奇宝 有了它 你后半生就可以荣华富贵了 李广军刚想细问 船已随风起航 两天后 李广军回到陆地 当时有一个鲁王 他有一个郡主 已经16岁 但在两年前 忽然得了雅病 到处求医问药 却没有效果 于是贴出告示 如果有人能够治好女儿的雅病 就把女儿许配给他 李广军听说后 便毛髓自荐 去医治郡主的病 他用那块木头磨了枝 让郡主服下 郡主挖地吐出一块血块 第二天便能开口说话了 鲁王一约将郡主嫁给他 从此 李广军入赘王府 大富大贵 第二年 有位刺客来刺杀鲁王 刺杀鲁王后 刺客被侍卫捉住 鲁王大怒 亲自审讯 但是刺客事先已服过雅药 鲁王便让李广军用那块神木 来医治刺客的哑巴 以便让他供出幕后主使 李广军听说后 就偷偷把神木焚烧了 他对鲁王说 原家遗解不遗解 我已经用神木 娶到了美丽的妻子 怎么还能用它来制造惨案 使更多的人丧命呢 鲁王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便杀死了刺客 其他人不再追究 这天夜里 李广军梦见宋子观音对他说 你心地善良 现在我把一名面目俊美 又聪慧的婴儿送给你 不久之后 郡主果然怀孕了 十月怀胎 生下一个男孩 李广军知道 孩子前途不可限量 便给孩子取名李佛次 李佛次后来功成名就 官至大将军 古代的名字很复杂 那些有背景 或者才华横溢的大家们 不仅有自己的名字 还有字 号等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 这是一件非常高雅 甚至可以拿出去 到处炫耀的事 毕竟 有字和号 代表了一人的社会阶层 还能彰显自己的文化水平 当然 现代的名字简单多了 就简简单单的 两个或三个或四个 至于小名 那必须得是亲近之人的韩法 名字拆开来看 就是名称和文字 在中国古代 二者是被分开使用的 现在组合起来 却成了一个词语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孩子名字里最忌讳的九个字 看看自己是否也中招 一 刚 刚字的左半部分 为一个刚字 破网一张 因为刚字为网字 少了一个错号 事业上不易成 好变换工作 财上花销大 不会理财 漏网之余 自己做事不好成 刚字又为疯字的遍体 一个流动的字 喜欢到处跑动 好说大话 生活中的乱是多 刚字的右半部分 为一个利刀旁 在身体上 亦有刀伤手术 综合起来看 此字使利刀割破了网 自己伤自己 一个矛盾的字 感情上长久性比较差一些 二 方 方字与香 相合成为方香 吸引力强 异性远好 追求的人多 会较早地涉及恋爱 方字上半部分为草字头 与出生月份相连 女孩子生在春夏秋初者 长相比生于冬天者漂亮 不过前者感情上不如后者 方字的下半部分为方字 为人聪明 做事有方 个性强 脾气上不太好 易用脑过度 头部上易出毛病 综合起来看方字 方字多数指示 好于一时 因为方香指示扑鼻一阵 不能长久 事业上异常变换 感情上心浮不好定 三 抄 此字可以直接解为 走刀口 主胸 也就是说 叫此字的人 有可能要在刀口下走一遭 这个字还主命 主本人外相 交际广 有时好打架 脾气暴急 四 一 一字为一横之字 易出横式 不过从政 从君者要好一些 其一字又是死字头 生字尾 这一点也不看好 一字在性情上 易出现个性强 不听劝 万里有个一 万一之事 较性度 比较差一些 五 梅 女人名字带此字 在婚姻感情上波动性大 特别是生在梅花开的季节 生在夏秋季节 名字里也有带梅字的 则说明花无开 主感情来得晚 或没有真感情 受到伤害一类 梅字还是分南北的 也就是北方人 在冬季梅花开时 名字中叫梅 才是真正的梅 惠主长相好 而南方的就不是了 因为梅有东梅一说 其梅字为一木字 和一梅字 六 心 此字为三金之字 头小脚大 上下分散结构 品字形的字 做事注意力不集中 成三角形 婚姻上是不看好的 有三分之相 近年来 五行五格姓名学兴起 命里缺金的人 在其改名时 命名师都会选这个字 不论是男名女名 用此字的多 很多商店铺名 也多用这个字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此字被大量使用 以致泛滥 有韵的字也没韵了 相互挤压竞争 在事业上靠变动不稳定 性情上不好管 七 量 量字是上下结构 其量字的上半部分为高字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高不全 不全的高字 只有高字头 只能出名一时 也就是在有好运的情况下 露露头而已 其量字的上半部分 又为一个言字 少了两横 不全的言字 不喜欢说话 有苦说不出 其量字的下半部分 为婶字的右边 也就是臣字尾 其臣字尾里还有一个几字 容易多变 这样看的话 其量字就不看好了 上面出风头 下面却要沉 有前运主期短 而后运却不看好 体型瘦者居多 长相少心 父母家境都会比较不错 八 森 也是品字形的字 森字算是品字形的字当中 最看好的一个字了 此字多数与佛有缘 有福分 出名者居多 品字形的三分之字 森字在其婚姻感情上 亦有波动 男人有森者 会多数出现二太太 女人为森者 会以多情为主 森子在性情上 会为半事果断之人 具有号召力 喜唱歌 九 例 其例字为性命中的常用字 多数为女孩子性命用字 此字为上下结构 例字的上半部分 为一个一字 也是一横 字头有横押韵 事业上一起不晚 例字的下半部分 为两个月字的不全之符 感情上亦出现不圆满 也为不全的木字 视力多数会不好 例字是一个与季节有关的字 如果是出生在春夏两季的女孩名字中 有例字的长相会相对比较 出生在秋冬季节的女孩漂亮 因为例得起来 例字综合起来看 为人和气 好娇 人缘好 通常名字中带有例字的女孩子 身高多数会在158至167之间 脸星已稍圆形 长圆形居多 皮肤好 灵感强 关于取名 最忌讳的九个字 到这里就介绍完毕了 当然 五行学说 毕竟只是一种民间文化 事实上 很多成功人士的名字里 就包含了不少 这些所谓最忌讳的字 孩子的名字 是家长给的第一份祝福 勿求好听好记 在古代 人们将取名看得很神圣 甚至神秘 既历史记载 从周朝开始 命名已经纳入礼法 然后形成了一个制度 可见其重要性 而到了如今 名字对子女的发展 也是有着很大影响 万不可忽视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女孩的取名禁忌 一 女孩取名切勿用这些字 双 美景不长 福不耐久 容易从事不切实际的行为 真 亭 女强人的苦 只有他们内心清楚 个性霸气 内心孤单寂寞 有如良亭孤立而欺然 月 大地万物都在沉睡的时候 她高挂在天上 照亮全世界 有着活泼的外表 但实际上是独行侠 容易诉苦 到处说 欠 自一美男子之意 不太适合女孩用 秋 萧色之季节 福不耐久 在中间自永远为情烦恼 因为秋用心则为仇 秋和心连在一起就是仇 静 过昏格 静中藏争静非静 感情都是用争来的 女性中间自 说话不客气 不服输 讲话会让人不舒服 用在为字 做事强势不干脆 行为让人不舒服 亚 亚自心中空 老二的意思 中间自影响婚姻个性 用心为热 谈情伤情的字 离 离中虚 所以感情未或单名有这个字的人 结婚又离婚的非常多 若没有离婚 身体也必定不好 因为你的名字注定要你离婚 但是你就是不离婚 那自然会让你的身体出状况 让你们不是生离就是死别 梦 虚幻短暂服不长久 容易胡思乱想 做白日梦 行为容易偏差 想得与做得无法谋合 素 白衣 福不临身 用心付出 回报少 感情夫妻生活不好 路 爆发力强 不持久 与狭同 婚前人限 婚后财富健康无法两全 肾脏 糖光 子宫 卵巢下肢溢出问题 狭 晚狭无限好 只是敬黄昏 福不卖酒 美好的事物都不会长久 婚前人人羡慕 生活多彩多姿 婚后就像陨落之心 光芒不再现 停 无根知名 挑服不定 随波逐流 无自己方向 不切实际做事 白忙一场 书 付出多收获少劳而无货 一直不被认可 感情上用心得不到爱 结婚后 内心世界缺乏安全感 零 中签字禁用 义记 嗜切之意心境上感觉美好 但只是表象内心 却委屈求全 尊 花 逢人带刀 藏福子公妇科容易出问题 付出多 别人倒后收成 会白忙一场劳而无货 琴 秀 美 阴 禁用 尾字 无福气 不干脆 做事情可能会扭扭捏捏 王 大 君 第二个字禁用 展现能力但压力与责任 一肩扭扭扭捏 会让女人一生劳累 掌权代表自我 自以为是 胆子比较大 什么事做了再说 事业可能不太顺利 双 雪 真 亭 亭 路 亭 书 分 知 得 必东 冰 这些字 如果是中间字 感情就会孤独 要与老公聚少离多 如果放在尾字 孤寡格 如果两个字都包含在里面 就肯定孤寡 名字不改 一辈子一个人过 例如月真 月娥 月知 雪霞 每月 月雪 雪梅等名字 从风水学上来看 这些字不太适合给子女使用 而大师也总结了一部分寓意叫好的字 我们具体来看 二 女孩取名寓意好的字 字 最近几年来 大家都非常喜欢字字发音的字起名 如子 子 子等 其中子字十分适合女孩起名 子字代表权威 声望 声刻和精神 寓意着祥瑞 用与女孩起名 寓意着优雅 店 本义是指红色 有一个说法 名字里面带有单字的容易大红大字 竹针子丹 王洛丹 宋丹丹等 还有一种说法 名字中有单字的女生都比较漂亮 这种说法并非杜撰 要知道牡丹是国寺天香 花中之王 所以用单字起名 寓意着富贵 吉祥 幸福 繁荣 梅 在古代人心中梅字就是代表着梅花 而梅花在画中是语菊 竹 兰并称为国画寺君子 古代人是非常注重个人品格的 在诗词中也常常赞颂梅的品格 象征着坚珍高洁 不屈不挠 谦逊豁达的君子品格 蕴含着红韵当头的美好祝福 和 只带荷花 周敦一爱连说出淤泥而不染 着青脸而不腰 其赞颂了荷花的出尘里染 清洁无瑕 而父母们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够拥有这样的品质 因此也是起名常用字之一 等 似君子之一 蓝花也是高洁典雅的象征 在正版桥对联也讲到 诗雅和虚大 花香不再多 即使体现了诗雅蓝香之美 而蓝字用于人名中 更是突出了幽蓝生前庭 寒熏带清风的韵味 琴 琴字寓意优美成为了很多父母给女宝宝起名的首选 此字表达了晴空的美好 非常适合阳光活泼的女孩 一 语字容易让人想到江南烟雨的美好 代表着与水充沛 万物润泽 用于女子起名 多了一分江南女子的柔美 丝 丝字是起名常用字 流行字 我们常说要做一个善于思考 勤于思考的人 而丝字就是代表着有智慧 有思想之意 用于起名 也体现了父母对女孩的期待 点 往往那些长得美丽的人 会被人们所喜爱 为人父母的都希望孩子长得美丽 才华出众 所以会用言字起名 寓意着美丽 臣 臣子主要指清早或鸡鸣报小时分 丽 美丽 漂亮 在古代汉语中立有成双成对的意思 是典型女子名用字 常用词足有 美丽 秀丽 名利 献丽 富丽 丽质 丰和日丽 配 配纸王配 是细在衣袋上的装饰品 配字一般多用于女名 例如配衫 配瑶等 与 玉字是指一种质地柔软 透明有光泽的石头 可用来制造装饰品或做雕刻的材料 由于较为贵重难得 历史上一直与金并称为金玉 形容价值珍贵的东西 此外 玉字还也深有洁白美丽之意 小天刚亮清晨如破晓 浮晓象征光明明白了解如小知小明 领 领 领字的原意是指玉石等相机的清脆声 做人明实 多指明亮或美好的样子 也形容人的灵活敏捷 领 领字的原意是指骨髓上的包片 领身指尖端或聪明杰出的人 爱 爱字本文是指人的一种感情活动 是从心中发出的一种愉悦行为 后来也指人的喜爱和爱好 也有重视 保护等含义 姿 姿是形容女孩子容貌和形态美好的字 姿虽然是个常用字 会 秀气凌厉 娇 娇可用来形容女孩子的妖娆温柔 像娇娇 娇柔 娇媚 娇小玲珑 这些词都是很美的 名字还有大小之分 小名是家里爸妈和亲戚等常用称呼 这样显得亲切 而大名一般是按照族谱和辈分来取 更多的用于公开场合使用 有的爷爷奶奶非常重视孩子的取名 在知道将会有孩子时 就已经查遍字典和古籍 甚至会花钱请人取名 好的名字不仅要有好的孕意 而且按照各种取名专家说 还要根据出生时的年月时分等来选择合适的字 通过这样可以避免俗套的名字 但可能造成壮名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人想着剑走偏锋 给孩子起名时去寻找那种生替字 这样就可以降低重名的概率 但这样也会导致一些问题 那就是字不常见 容易导致叫错名字 以及孩子书写困难 也有人随性 直接选取一些言简意该的字词来组合成名字 但这样又可能导致邪淹 成了另类的尴尬 一些家长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人中龙凤 起名字时就会使用一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字词 例如宣 子 浩德 现在已经是家长取名选字的重灾区了 重名率很高 爷爷奶奶为孩子的名字绞尽脑汁 是一种重视孩子的表现 值得鼓励 而且名字的好坏 也可能会透露出家长的文化素养情况 的确需要好好思考和查询再决定 但取名时需要注意 不要使用生辟字和有其意的字词 避免造成误读 多查一下字典 了解字的多种含义 然后结合对孩子的期望 比如学石渊博等 再把选好的字词组合起来使用 因为姓名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风水 使最方便操作 最全面 影响最深远长久 最不易被破坏 也是最重要的风水局 总之父母给子女取名字 其实也是对子女的祝福 另外名字对孩子后世的人生 还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因此父母在抉择名字时 还是需要慎重 不能随意护脑 不能随意护脑 好 好 感谢观看